春宵已克制千金 新郎官把门插好 随后便跟媳妇玩闹起来 我看看 不 我看看 不 给我看看 就这样美满的一夜过去 新娘金竹渐渐适应了女主人的身份 几年后 两人生了个可爱的女儿 本来生活就这样平淡下去 可意外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这天丈夫生日 金竹早早买了鸡鸭鱼肉 打算好好款待 不过先到家的却是小叔子二猛 女儿哗哗一见人来 就开心地扑了上去 现在就差丈夫回来过生日宴了 可说来也怪 车已经过去好几辆 丈夫却迟迟不现身 二猛担心哥哥超劲道 便去找了一圈 还是不见人来 直到面包车响声 金竹连忙出门查看 到的却是丈夫矿上的领导 金竹还以为他们是来参加生日宴的 立马将人邀请进屋 可气氛却不对起来 没一会儿 村支书也面色凝重地过来了 金竹看到大家的神情 心中生出不好的预感 连忙追问丈夫去哪了 结果才得知 丈夫作为采门工下去干活 结果矿上坍塌 人已经没了 听此噩耗 金竹整个人痛不欲生 女儿哗哗也彻底没了父亲 好好的生日宴成了忌日 矿上领导体恤家属 让金竹家填补空缺的职工名额 在当年 有编制的工作不好找 村支书偷偷找到二猛 让其去顶替哥哥的职位 但二猛却拒绝了 他觉得应该嫂子去 村支书脑子一转 去二猛 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寡妇 进了矿 吃剩国家的粮 当上了工人 每月再拿上几十元票子 那不很快就成了 人家怀里的人了吗 毕竟二猛是自己侄子 而金竹要是改嫁了 可跟自己没一毛钱关系 回家之后 矿上领导正询问结果 金竹直接把名额给了小叔子 毕竟二猛 到了该结婚的年纪 有份稳定的工作合找媳妇 见嫂子这么执妞 二猛只能同意了 工作定下来之后 金竹觉得可以给二猛说亲事了 当初供销社的店员月亮 一直很喜欢二猛 两人郎有情且有意 但奈何 月亮一直嫌人美好工作 所以就耽搁了下来 金竹见状 便主动掏钱 让月亮给二猛做身衣服 主要目的是为了撮合两人 月亮高兴极了 见到二猛后 立马关上了大门 将人拽到了里屋 还没说两句话 月亮就迫不及待询问起 对方的工作 他想让对方在地面工作 不能下井挖煤 不然风险太高 话说的太多 二猛也不傻 他知道 对方根本不喜欢自己 只是看上了这份稳定工作 于是没说两句话 就想要离开 哪知月亮却热情得很 非要人留下来 陪自己做一碗上衣服 女孩将相亲对象一把 拉进了屋 随后关上门来 拿着尺子为人量衣服 最后还要人留下来 陪自己一夜 小伙儿哪经历过这种阵仗 直接吓跑了 回到家后 嫂子金竹正在准备干粮 看着对方贤惠的模样 二猛心里产生了不一样的感觉 到了矿里后 组织上给二猛 安排了开电车的工作 又轻松 赚得又多 相亲对象月亮一听 高兴坏了 连忙让母亲商量订婚日子 可没想到 二猛在几天后 却主动申请了下地挖煤的活 他亲哥就是在这里遭遇矿难 作为弟弟的二猛 想要感受一下 哥哥当年的辛苦 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后 二猛当即给嫂子买了布料 给小侄女买了新衣服 还把剩余的工钱全部上交 就在这时 月亮也主动上了门 嫂子金竹剑刺 立马将布料拿出来 说这是二猛特意给月亮买的 听到这话 月亮高兴坏了 听到对方换了工种也没有在意 饭后 嫂子特意安排两人出去约会聊天 月亮很开心 见二猛这么木讷 还把自己的照片送给对方一张 聊着天的时候 月亮突然说 你就别骗我了 我都听说 你的工作是开电车了 二猛一听 直到对方误会了 连猛说 自己已经换了工种 是湾美的长期工 听到这话 月亮瞬间变了脸 斥责对方傻子一个 二猛本就对月亮不感冒 这下被人一批评 直接掉头走了 月亮气急败坏 嫂子金竹只能帮忙圆场 跟小叔子那倔脾气跟刀驴似的 直接回了矿场 眼尖的村支书 看出了二猛对嫂子的心事 怕人耽误婚姻大事 于是主动找到了金竹 要给他介绍县里的赵科长 虽然比金竹还大了几十岁 但有钱有势 不过金竹一听就拒绝了 他不想这么就找下家 也害怕对方会对女儿不好 事情就此耽搁 一年后 金竹的女儿花花生了病 二猛听说后 立马请假回来 两人将孩子送到医院 回到家后 二猛无意间看到了一个田螺 这是曾经金竹送给丈夫的定情信物 二猛偷偷藏了起来 晚上的时候 他辗转反侧 脑子里都是嫂子的背影 二猛知道 自己这种心思太不像话 当晚就打算回厂里 此时 天上正下着瓢泼大雨 金竹派人出意外 将人拦了下来 到了做饭的点 金竹又开始催促二猛跟月亮的婚事 可对方根本不喜欢那种女人 于是直接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三更半夜 小叔子只身进了嫂子的卧室 他不为别的 张口就是表白 听到这话 金竹瞳孔地震 根本没料到 对方竟然有这种心思 于是赶忙回绝 甚至表示 自己已经找好了下家 就是线上的赵科长 听到这话 二猛也知道自己唐突了 不顾外面大雨 直接跑回了矿上 金竹看到对方这副样子 连忙追出去 可还是没能留住对方 自从丈夫矿难去世后 金竹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活 眼看二猛婚事在即 和供销社的月亮郎才女貌 没想到 对方却把心思放在了自己身上 此后两个月 二猛没再回来 但他还是会偶尔回来去地里帮忙 但从不进家门 这天 他碰上了村支书 才得知 嫂子改嫁是骗人的 就在他一个胡思乱想时 嫂子金竹刚好经过 看到二人回来 连忙带二猛回了家 他拿出这几个月来 二猛寄回来的工资 想让对方早点跟月亮成婚 随后不顾二猛反对 一个人悄悄去了月亮家 打算直接把钱给别人 可刚到门口 他就听到对方 在讨论二猛的工作 原来 他们嫌弃二猛 干的是地下挖煤活 觉得这人不识好歹 听到对方如此贤贫爱富 根本看不上二猛的人 只是在意好工作 金竹伤心极了 替二猛感到不值 当年晚上意外发生了 月亮因为忘了关闭游壶 导致工作的地方起了大火 二猛一听连忙帮忙灭火 结果不慎被柱子砸伤 村里人赶忙将人送到了医院 经过救治后 医生表示 二猛的腿粉碎性骨折 到时候很有可能成了瘸子 一听这话 月亮瞬间有了其他心思 虽然对方是为了帮自己而受伤 但他可不想跟一个瘸子过一辈子 他急得团团转 也不想管屋内受伤的二猛 没一会儿后 金竹提着中午饭过来看望小叔子 看到月亮心不在这儿 还以为对方还在忧心火灾的事情 别让人先回去休息 并嘱托月亮顺便帮忙喂喂猪 可没想到月亮刚一回到家 就扑到母亲怀里痛哭 说自己不想嫁给一个瘸子 顺利眼的老母亲一听 立马答应了女儿 就在这时 村真书也刚好过来 想到自己是月亮的亲骨爹 于是便把县里的赵科长介绍给了月亮 虽然两人相差几十岁 对方还有一儿一女 但也比一个瘸子强 更重要的是家里有钱 听到这话 月亮母亲一百个愿意 两人张罗着月亮的婚事 把医院的二猛忘了个一干二净 更别提家里的猪了 邻居看到月亮一家这个样子 也禁不住为二猛打抱不平 金竹家的猪也不帮着喂喂 人家还是喂给他们结婚用的呢 几天后 金竹见月亮没有来过医院一次 有些不放心回家看看 临走时 二猛叫住了嫂子 说自己根本不喜欢月亮 她拿出照片 让嫂子帮忙归还 金竹还不打算放弃 没想到刚到村口 就看到敲锣打鼓好不热闹 原来月亮已经要出嫁了 看到对方连个招呼都不打 她终于明白了一切 直接将照片扔了回去 女儿哗哗还不是其中曲折 还想过去凑热闹 金竹只能将女儿扯回了家 回到家后 金竹一直想着医院的小叔子 她明白这几年的相处下来 自己也对对方有了别样的感觉 只是碍于身份才没有答应 如今看来 幸福是要握在自己手中 她决定遵循自己的内心 于是起身为自己和花花做了新衣服 打扮一番后 她们手拉手去医院 去追求近在咫尺的幸福 本部电影将八十年代的生活气息 展现得淋漓尽致 金竹身上特有的女性光辉 也让人为之动容 喜欢这种类型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看原片